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已经有319起确诊和疑似病例 在非洲刚果是排名第三名疫情严重的国家 东部北极五省和伊图离省就有198人因此丧命 而当地常有武装团体出没 加上拒绝卫生人员进入 导致疫情难以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就说除非加快采取应用措施 否则情况会持续恶化 美国加州面临史上最严重的森林野火 三个主要火场烧毁超过7万公顷的林地 11人丧命还有35人失踪 总共疏散了25万人 北加州也有将近7000间房屋全毁 目前难以控制火事 街上巴士烧得漆黑 汽车只剩铁皮支架 大火过后 树木房屋无一幸免 家园面目全非 民众回想当时逃出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北加州整个天空被浓烟覆盖 周四爆发森林大火后 已经持续三天 大火蔓延无法扑灭 警销出动撤离所有居民 彪特郡天堂市民 也全部疏散到避难中心 有近九层的建筑物都复制一聚 几个月来干燥气候 加上抢风助长 大火失控 南加州两处火场也陷入一片火害 熊熊烈火吞噬住宅 民众赶紧走壁 加州主要三个火场 就疏散超过二十五万人 直到周六 延烧范围更超过七万公顷 以不到一秒 就烧完一座美式足球场的速度 不断增加 CNN报道指出 如果天气状况还是干燥 可能更难以控制灵火 北加州这场史上最严重的灵火 外界怀疑起火原因 可能和电力公司一起停电事故有关 但还没有证据显示 警方目前积极调查中 带新闻扬请编译 这次北加州灵火 美国的瓷器志工也快速动员 带着五百五十条的毛毯 前往收容中心关怀 一箱箱毛毯送进收容中心 当地气温晚上已经接近 在摄氏十度以下 逃离出来的居民身无分文 当志工冰冷双手 地上温暖的毛毯时 居民更能感受到这份爱的温度 这位老太太更是看到了毛毯上的标志 慈济询问志工如何读出来 她要记住这份温暖 也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再相见 继续这份缘 费城重申专题 今天要看爱心一棒接一棒 2013年的海燕风灾 让慈济的爱散播到了 菲律宾的中部其中的卡南加镇 当地去年还发生强症 精进条件差的民众居无定所 慈济之工新建了三座小规模的大爱村 最新的这处就由奥默克的大爱村 志工来负责 当地盖屋的经验也让五年来酝酿的爱 传承下去 奥默克大爱村孩子组成的乐队 引领着卡南加圣赢大爱村 启用典礼的热闹 优优优独播剧场—— 你開心嗎 開心 這個組合屋比起他們傳統的房子 其實相較起來空間是大了許多 除了有客廳 三個房間 還有一個衛浴設備 以及他們最重要的廚房 雖是組合屋但空間大 還設計了通風孔好涼爽 對比過去他們殘破的家園好太多了 一次次天災為了讓他們揮別帳篷 實際圓建組合屋 除了這個歐莫庫 還有在加南家有三個小的大愛村 他們給了很多房子 所以他們有很多房子 我願意謝謝老師 Cheng Yan 為了很優秀 她已經給了我們 從Yolanda到現在 卡南家聖英大愛村 蓋了120間組合屋 路口就是國小 上學方便 安居又安心 是這位原本不抱期待 能有新房子的農夫 真實的感受 如果我們不安 然後用家裡的房子 用家裡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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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屋不只是房子 更是參與搭建的 它能夠安心的家 奪框而出的淚 是因為數個月以來 有奧莫克大愛村的志工幫忙 五年前海燕颱風受災 學會搭組合屋 蓋的是自己的家 但這次來幫別人 重建家園 大愛村裡 大愛村裡有愛相伴 經歷風災的痛 被熱忱取代 從來自家裡的房子 從來自家裡 從來自家裡 就是要交出來 從來自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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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王大 手心向下 拉起卡南家民眾的手 揮別災難考驗 更让温暖与爱接力 一棒接一棒 有经验的志工 带着没经验的一起做 爱心传承也是一步一脚印 此际菲律宾分会正式成立 已经满24年 包括了分会禁司堂 以及奥默克大爱村 两地总共300多人 以至成之心同步吵声 奥默克大爱村 划破晨曦宁静的 是上百位居民 心口一意的潮山驻岛 Masaya ako nung naggawa namin yun kasi nagbibigay rin ako ng respeto sa Chuchi na kahit ilang taon nang lumipas nandito pa rin sila na handang tumulong ko sa Pilipinas 侍逢慈激菲律宾分会24周年 牧师环保迎兵装饰 全用混售物做成 大爱村居民齐声祝贺 Suchipai Village Happy Greenport Birthday Suchipa Village Master King Namao Hai Shangren Ho Hai 小职工们组成乐队 轻量乐营传遍相厉 洋溢清新之情 居民几乎都是天主教徒 结束潮山前往教堂 感恩节礼拜 这次菲律宾分会也从禁司堂出发 心无染拙 合掌常规 致心力佛 迈入25周年 一路走来 感恩大家 我们这样 彼此善解 互相包容 互为善知识 开嘴是感恩 跟他们的嘴是有大爱的心 白湾菩萨希望早日完成 从24迈向25年 四分之一个世纪 慈激与菲律宾同行 步步坚定 达新闻 马月书 罗约翰 乔纳斯 菲律宾报导 靖思雨说 乌宽不如新宽 长沙的慈激之公 三年前开始关怀 怀文公园林美吴 当时她的丈夫车祸重伤 一直消沉 一家子的经济重担 都烙在了她的身上 慈激之公 适时地伸出元首 现在一家人搬新家 也有了农田 大女儿考上了大学 生活改善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 家里的销声不断 三年前 慈激之公是在 东令发放时 认识了环卫工人 李美吴 当时先生出车祸 这条线靠得太近了 好危险的 在前面那个口子那里 出了车祸 那个脚要杀根架车 开得好快 一下子飙过来 把它胀翻了 胀翻出就一两米 好可怕 一家五口 就住在楼梯下的小阁楼 先生养病时 他最辛苦 还好这一段 有人陪着 这份幸福也跟着 来到了新家 这是房东免费借助 虽然雨天会漏水 晚上会有风 煮饭要烧柴火 生活依旧简陋 却也终于有能力 租地种菜 这个很什么好吃的 看样子就 这次特地邀请志工 来到家里 要用自家种的新鲜蔬菜 煮一桌好料理 太幸福了 人家 都是 真的是我真的好感激你们的 每次来啊 我们以那个爱团团团围住 够了 自己做的 你呀 你 六菜一汤十多人为一桌 若不是一家人 哪来的好感情 高别时 小女儿还拿出了 自己珍藏的猕猴桃 送给我们了 你自己有没有好吃的 要把最好的和大家分享 也传递了他们的幸福 大安新闻之上美之工 唐建宇 云南报道 大好青春年华 正等着展翅高飞 何云轩怎么样也想不到 他在美国念书的最后一年 确诊 重度再生不良性贫血 在这之后 他的人生只剩下了 无止境的治疗 直到了一个素昧平身的人 谢雅如出现 有了重生机会 谢谢 因为我知道捐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也很感谢你就是很无私的爱 也觉得很神奇 我们就是这么多人 我们居然可以相拥 光是这个拥抱 何云轩就等了六年 他从没想过 生命是如此脆弱 却又充满任性 一开始发觉怪怪的时候 是变得很容易喘 然后很试睡 然后常常会一直反胃 恶心 然后我妈就说 就是听起来怪怪 你还是强硬 强制要我回台湾一下 结果才一出 我还没出医院大门 他就赶快 他就打我手机 就叫我赶快回去 他说我整个很不对劲 法平那年 何云轩才23岁 在美国攻读社稷 在一个学期 就能顺利毕业了 大好的青春 正要展开梦想 但上天先给了他 另一个人生课题 是觉得当下已经到 有一种听贴有命的 那种感觉了 建议一直是因为 我那时候心脏 已经开始衰竭了 就是对我可能 他说我可能心脏 快要附和不了 不过寻找配对的过程 不如想象中的顺利 直到第二次配对 才找到那个 命中注定的人 中午时间小小的面店 特别的忙 谢雅如与贯的协助 所有外场的招呼 14年前 无意间的建党 造就了一场 特别的相遇 很亚异啦 然后又很害怕 因为我很害怕打针 那时候就觉得说 如果 我如果不帮这个忙的话 对方不知道会怎么办 现在人这些 一点点的痛 可以去帮助一个人 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这个正在抽的时候 他就是会有一个 一只手 他会把血打出去 然后抽取里面的 那个什么 造血干细胞 或许是因为自己 已经成为了一位母亲 对于生命 有更多的体会 我觉得生命真的很无价 我会想要跟他说 我做的事情没有很伟大 但是我希望 他有一个重生的机会 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好好珍惜他 现在所拥有的生命 十万分之一的缘分 因为无私的爱 而牵在一起 珍惜重拾的生命 是和林轩表达感谢 最好的方式 有一种看到曙光的感觉吧 对 我觉得心中起来 会有点戏剧化 可是当下是真的 有那种感觉 生命就是这么 这么长一段 我就觉得 那我就好好去 就是去享受他 就是不开心的事情 你就让他不要 过了今天 就不要再去想他 面对老人家 也是要一份同理心 您想过老后的生活 要怎么安排吗 华生的乐灵星球展 爷爷奶奶还学变魔术 颠覆了你我 对长者生活的想象 有一天您我都会老 而您老后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希望可以跟 就是老了之后 还可以跟好朋友们 一起聚会啊 晒晒太阳啊 可以出去到处玩 希望身体安康啊 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 不老Sax风手 正努力朝着这项目标迈进 82岁的鱼容员 和69岁的陈素贞 退休后不只要学 还有努力追自己的音乐梦 本来刚开始会害怕 我会觉得说真的我们可以学吗 那个学习力的那个能力没有这么好 但是我们是用意志力一直在修补那一块 我本来我的 我走一百公尺会船 船这个也很厉害 现在我念这个三个月以后 走五百公尺不会船 第一身体健康 第二很多朋友 现在是会变什么 会变一千 哇 新增了一千块啊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变钞票 变扑克牌 91岁的中坡球正颠覆 您对老人家的想象 某些好 所以头脑不会期待 因为变模式要动啊 人要喝就要动 心体也要动 头脑也要动 他可以追逐梦想 又或者是说 他可以再投入职场 透过不同的面向 带领大家去看待 其实长辈的生活可以跟很多元 也可以很不一样 那你可以为自己的老生活这么做 围棋两周的乐林星球展 透过影像 真人图书馆和专人解说 邀请民众思考老后生活 看见影法美丽 大家新闻的亚章略嘉 会报导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百年 电影《魔戒》的鬼才导演 彼得·杰克森 推出了一部纪录片 把当时拍摄没有声音的黑白影像 重新修复配音 要让战争历史再度 在大荧幕上豁起来 炸弹坠落 碎片四散 炮声隆隆 不绝于耳 让人犹如置身在战场上 但其实这部写实的战争纪录片 已经超过一百岁 为了纪念一次世界大战中战百年 魔戒导演彼得·杰克森 跟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合作 利用电脑数位修复加上色彩 还找来专专业的配音人员 把无声的黑白纪录片段 变成现代3D版本 鬼才导演的祖父就曾经参与过一次世界大战 让他对于这部纪录片特别有感觉 要透过现代技术 让战争的历史在大荧幕上重新还原 加拿大一所高中也准备重现战争的历史 搭建起跟当时类似的战壕 穿上同样的军事装备 利用电影拍摄体验当时战场上的生活 让一百年前的故事重现 不只是为了历史不能被遗忘 要记取教训 更是要提醒珍惜眼前所有的美好 大爱新闻预讲编译 艺术一直在打破传统框架 过去我们看芭蕾舞最经典的就是白天鹅 后来电影就出现了黑天鹅的版本 而现在即将上映的电影胡桃前真元版 跳芭蕾舞的公主也是打破了观众的刻板印象 由非洲裔的舞者来演出 英国芭蕾舞鞋制造商就推出了棕色的舞鞋 有别于过去的象牙白色 让不同肤色的芭蕾舞林都能够展现最美丽的姿态 在胡桃前真人版电影当中饰演芭蕾公主 美国芭蕾舞剧团首席舞者科普兰 展现不同于一般舞者的魅力 曾经因为身形还有肤色 科普兰备受质疑 但他利用精湛的舞蹈技巧 顺利成为美国三大舞团第一位非洲裔的首席舞者 也让很多不同种族的舞林更勇于展现自我 尽管肤色不再成为要上舞台的限制 但脚上这双不是粉红就是白的芭蕾舞鞋 似乎就是有点突兀 为了顺应潮流 英国最老牌的芭蕾舞鞋制造商 也开始推出古铜还有棕色的舞鞋 看着科普兰要上国际舞台 搅上一双棕色舞鞋 对这些非洲裔的舞者来说 就是在打破返礼跟界线 要让更多不同种族肤色的女孩 也有勇气追识属于自己的芭蕾梦 带来新闻预讲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教三大节日之一的排灯节 在瓦拉纳西市顺大举行 街道上家家户户都点上彩灯和蜡烛 祭拜印度教财神和其他带来喜庆的神 新闻最后就带你一起来看看 同时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